我主辦的假期 親自散到第一線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黑心報索理啊 那算是他在CostCover的 講題的一個原生 比較趕快抱歉就是我們 這個一般因為我們量最多的時候很大 所以我們就沒有時間發揮 會錢控制 所以我想在自由休閒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的講題是什麼 其實不知道很正常 因為在10分鐘前 家綺還把它做出來 10分鐘前決定 然後開始做投影片 家綺說我要講 沒有嗎 沒那麼誇張 於是又有人投影片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抱持一個輕鬆愉快的 先請來聽家綺跟我們分享 大家掌聲歡迎 我直播一下 這樣就有直播 10秒 確定他直播 我再開始 看起來是有人 好 好 大家好 那 我今天主要講的題目就是 Hacking Models with R 然後呢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我今天在CostCover上 有分享過的題目 然後在分享的當時呢 其實也被問了一些有趣的問題 然後其實我還蠻感謝 就是CostCover讓我有機會講這個 大會讓我們有機會講這個題目 因為我在準備這個題目的過程中 其實還想到蠻多有趣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在回答那個 就是那時候講完的時候 回答問題的時候 就也想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 因為有20分鐘的限制 所以有很多東西沒辦法講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今天的Side上 所以今天就是可以聽到 稍微比較完整一點的版本這樣子 然後也會有上次回答問題的一些心得 就是也把它做進去了 對 然後 然後大概大概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有有有 有聽過前半部的朋友們 就就稍微包容一下 對 因為前半部原則上是 是有點像的 對 應該是一樣的啊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今天講的是Hacking Models 書一下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什麼是Modeling 你要如何建一個模型 對不對 那建模型這件事情呢 其實它有點像畫畫 就是 有點像畫畫 就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你要建的模型 就是 比方說你要描繪一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比方說蘋果 那你會先畫出它的輪 就是你看一個樹苗的過程 就是你會先畫出它的輪廓 然後畫完輪廓之後呢 就是你會稍微畫一些陰影 有沒有 然後會越畫越細緻 其實就像畫畫一樣 那所以其實我今天 是來開畫展 就是其實我今天真的準備很多畫 真的超多畫 這樣子 對比上次扣差我還多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雖然畫畫的重點呢 就是你要先畫輪廓 再畫細節嘛 比如說這樣子 你要先畫個輪廓 然後才會慢慢畫細節 對 好那就開始囉 那我們第一個要畫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 那 跟畫畫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 畫畫畫的是一個物體 可是 我們Modeling呢 畫的是Data 就是說 比方說像這邊有一個Data 它是二維的 它有X跟Y這樣子 那我如果今天要描述這個Data 它的趨勢或行為 那請問一下就是 你覺得它會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就是你會畫一條 怎麼樣的Model 來描述這個Data 那就動手試試看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黑殼這樣子 就要動手畫看啊 然後畫 你就可能會畫出很多條 你看這邊有不同顏色 然後每個顏色就是一條 這樣子 那我們都知道每一條線嘛 就是直線 在這個空間 一個二維空間中的直線 它可以用兩個 其實應該要三個 兩個變數就可以決定了 就是結距跟斜率啊 對 那這是不考慮垂直線的狀況下 用兩個變數就可以決定了 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垂直線 進來就要三個這樣子 對 好那假設它是兩個好了 那就是 那我們就可以把 它的結距A0跟A1 就是畫在一個A0跟A1的平面上 所以 右邊的每一個點 就對應有左邊的一條線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的Model 其實在右邊就是一個一個點這樣子 對 好那 那大家就會想像說 欸我畫那麼多條線 到底哪一條 才是 才是比較像這個Data線呢 就是 哪一條比較像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要討論 就是像不像的問題啊 那到底什麼東西比較像 什麼東西比較不像呢 對不對 那像不像的問題呢 這種東西其實 有時候很主觀的 就非常主觀這樣子 你可能會覺得 欸這個東西 很像蘋果 或者那個東西很像西瓜 那就是 都是紅色的 對不對 那應該也不會搞混啦 那像不像的東西 其實是很主觀 它其實很像是這樣子 就是說 欸你同樣一個樹在這邊 那 那個不同的人去畫這個樹 他可能畫到了 就是根據不同的角度 畫出來的 東西都長得不一樣啊 那所以 他可能 這個男生可能說 欸我畫得比較像 就是你畫這個不像這樣子 那其實 這種東西真的是非常出關 就是需要靠角度 那 同樣的 就是拿回來 modeling這件事情 欸我會不會講太快 我講太快的話 可以舉手足足 那拿回來 這個modeling這件事情呢 它 就是我們回到 限定回歸模型裡面 我們就會討論 就是像不像的標準 大概是 是從哪裡來的 什麼東西是像 到底哪一個東西 來決定它像不像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 會考慮 考慮一下換角度的問題 什麼叫做換角度 這樣子 對 那像不像的問題 來自於這個 誤差函數 其實你看這個 右邊這個是 A0加A1 XJ 就是那個直線的 對那個 然後這是標準值 然後就是標準值 Y 那我要解到它的 誤差最小啊 所以這是像不像 就是這個函數啊 那最像就是這個 這個誤差值最小 就是最像這樣子 對 那 也許你看這個 數學師 你會覺得很抽象 那明明是來開畫 為什麼就是一堆數學師 都沒有畫呢 就馬上就有圖了 這樣子 它其實就長成這樣子 就是A0跟A1 就是我們剛剛有說 A0跟A1 你可以畫出那個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畫出 整高線圖 那在這個最小的 這個DOR地區 就是最像的那個點 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點空 就是剛剛這些點空 秒上去啊 就是你每一條線 右邊對一個點嘛 那你對一個點 你就可以把那個 等高線畫上去啊 有人 哪一個比較像 但是越接近DOR越像 所以紅色這一點 就比紫色這個像 這個就比藍色這個像 你懂得是嗎 就是 它有一個標準 那標準就是那個 等高線這樣子 然後就是 就是像不像的問題 對 那這只是一個標準 對不對 那我們一定會想說 那如何解出最像的 如何解出最像 好今天主角登場 這就是 就是那個 我剛剛再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最號函數 它可以解幾乎 它可以解幾乎所有最加號的問題 就是 只要夠簡單啊 那當然 它當然解題的速度很慢啊 就是 因為它可以解所有問題 所以解題的速度就很慢 這樣子 對 所以它就是 它在解其他各種類型最號問題 它有對應的最加號的套件 跟公式 但是 但是你跟我解的問題沒有很大 像我今天這種size 就是沒有很大 然後你只是想要玩玩看 看看效果如何 那其實它可以解決幾乎所有的問題 你只要 只要把它弄得夠好 它其實 其實 其實是還不錯這樣 還不錯用啊 那 那就是 用這個函數啊 就是你可以 用一行指令 你可以得到那個最佳解 就是 得到最佳解 其他裡面有兩個啦 這是其中一個 兩個最佳號的函數 這樣子 對 但是我今天沒有提到另外一個 這樣子 然後 那你看 你就 因為我先定義好 就是它 這個東西就是我剛剛那個函數 那我就從3-1開始走 然後它就會解到一個最佳解 這樣子 它就解到低挖這個解 那這個解 對應的直線就是這條灰色的直線 對 那你用一行指令就會解出最佳解 這樣子 那身為一個model hacker呢 就是 你一定不會滿足這樣子 就是你要 怎麼用一條 一條指令 就 就糊隆我 就說要把它解完這樣子 那當然呢 就是我們 就是可以選擇不要使用這個最佳號的數 那就是自己做gradient descent這樣子 那就是 原理就是這樣子 就是gradient descent 那就可以解 那解出來 一樣它有對應的行為 就是你放一個initial的point 那它就對應一條initial的model 然後這個點就會在這邊走 然後最後走到最佳線 然後這個線呢 就會在這邊走 最後走到最佳線 這樣子 對 那差不多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會解到一個最佳的model 這樣子 對 那這個 這個都是 其實就是 最基本的 就是身為一個model hacker 你要會的 就是gradient descent 這樣子 然後 當然要解 就是 這是free contraint 的problem 那當然你要會解 有 contraint 今天不會講到有 contraint 你知道嗎 好 那了解了這些基本工具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試著 就是換個角度來畫畫看 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畫一個角度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只有用一種標準來看事情 就是用一種標準來看相或不相 這樣子 所以呢 就是如何換個角度呢 所以我們就在想 欸 換個角度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就是換個角度 就是它可以換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換不同看事物的標準 就是像那顆樹嘛 像有不同看它的角度這樣子 那 其實呢 換成就是 model model的一個語言 它就是 換不同評價model的標準 像我們剛剛那個等高線 它就是 一種評價model的標準 就是哪一個比較低挖 就是比較像 對不對 它其實換一種不同評價的標準 也就是換那個最佳號問題中的目標和數 就是你一定要先把你的那個 剛剛最上面這個啊 這是人類聽得懂的語言 這樣子 然後呢 你要換成數學的語言 這樣才有辦法解這樣子 對 因為你有沒有沒辦法 就是換成數學的語言 換你model也是沒辦法解的這樣子 因為 反正電腦認得的都是數字 對 就是你一定要換成數學的語言 才有辦法解這樣子 對 那這也是一種角度 就是電腦只看得懂數學的角度 對 那當然就是 我們用最簡單的換法呢 就是 把上面這個 就是它原本 每一個 每一個data的a-law 都是一樣 全中都是1 然後就把它乘上一個weight 就是讓每一個data 它的a-law可以有不同的weight 那可能加重某一個 某一個data 你可以想像 某一個data被加重的時候 就是我在mini-my-star的時候 如果這個誤差 前面的weight很大的話 就是它會優先被歸零 因為就是mini-my-star 它只要跳出一點點 那個就會很大這樣子 對 所以你在mini-my-star的時候 它就會優先被歸零 那就是 這邊一樣講的就是 沒圖沒真相 當然就是要有圖的真相 這樣子 就是我現在加重這兩個點 然後加重的倍數是 其他點的1000倍 也就是說 其他點的weight是1 然後這兩個點的係數是1000 這樣子 在這裡 就是它的係數是1000倍 然後呢 那它瞬間 就是右邊這個標準 就是這個objective function 目標喊數它就會瞬間從p的 就轉成斜的 那你同樣去解對要解的時候 你就瞬間從這條線 就解成這條斜的線 它就整個歪上去 這樣子 那是因為 因為你看事情的角度變了 所以你畫出來畫就不一樣了 這樣子 那同樣的 就是我們也可以做一個 就是動態過程觀察一下 就是分別用10倍 1000倍 100倍來看這件事情 那剛剛是直接1000倍 你會看到 欸 10倍它可能是歪一點點 就變成紅色的 然後100倍就變綠色 那1000倍變成藍色的這一條 那這個目標喊數就是在這邊 就是從紅色的 然後變綠色的 然後變成藍色的 然後就選上去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就可以完全看到那個比喻 就是這顆樹 其實就像這些散開的那個 Data Point 所以我們要畫的是那顆樹 我們要畫的是這些Data Point 我們要描述這些Data Point的行為 就是我們對它做一個modeling 所以那顆樹其實就有點像是這些Data Point 那我們不同 它們站的不同的角度 也就是它們持有不同的objective function 那不同的objective function看進去的時候 它們就會畫出不一樣的畫 所以當你的角度改變的時候 就是你所做出來畫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都一樣 就是你當你的角度改變的時候 比方說有些過去的事情 你可能覺得很難過 然後你可能過了10年以後 就是欸沒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角度改變了 就是一定10年後看10年前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可能當下覺得 喔好能過 就是這個人真的很討厭 然後你10年後再看 欸好感謝他 這樣子 欸奇怪怎麼差這麼多這樣子 因為角度改變了 你懂我意思嗎 角度改變之後 你解創完模型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啊 那當然就是也會完全不一樣 就是完全可以套用在生活中 這樣 不同角度就是不一樣 然後呢 欸等一下 從剛剛的圖解中 我們可以學習到 就是說 那個 我們就是有data 有那個evaluator 就可以解除model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像我們剛剛就是 有data嘛對不對 有data這樣子 data 然後有那個判斷就是 就是像不像的標準 就是evaluator 還可以解除你的model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動作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data跟evaluator 那身為model hacker 心中一定會 想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有data跟model的話 能不能反推出evaluator 這個東西呢 就好像是 這樣子講大家應該 就比較清楚了 如果我今天知道 看到有某一幅畫 然後它是在台北市畫 或是在柔福宮 或是在哪裡畫的 那我知道這幅畫在台北市的畫 但是我不知道它作畫的角度 跟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能不能根據這幅畫 跟我知道它在台北市這件事 這兩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猜出它的 位置跟角度這樣子 之類的 所以問題大概是 是這樣子 我把它翻譯成畫圖 我的問題大概是這樣 就是你今天有data跟model 你能不能猜出一個reter這樣 比如model就是你的畫 對不對 data就是你的實體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非常好玩 非常非常好玩 那上次在 在那個CodeCup的時候 我就想 這個東西就好像是這樣子 就是你看 就是我今天有彈孔 那我們拆出那個彈道的位置 有沒有 對 那這個上次在CodeCup 是完全沒有講的 因為就是20分鐘 根本就講不完這個東西 所以呢 可是這次有放上去 完全有放上去 這樣子 不是完全沒有畫面 完全有放上去 對 所以我拿掉了 上次CodeCup 沒有放的那兩張 好的 我們今天就要來讓數據說話 這樣子 那如果讓數據說話呢 我這樣很嘴炮 不要笑你這樣 然後呢 我們先回到linear regression 它的apimocondition 就是我們剛剛知道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它 就是 我們要解linear regression 最佳的 linear regression 的最佳值這樣子 所以呢 那最佳值的時候 它 我們就要把它 比方說 我們就知道就是x平方的最佳值 你要怎麼求 你就把一次尾分等於0嘛 對不對 然後丟進去啊 就是一次尾分等於0 這件動作這樣子 那 那這邊也一樣 就是你可以把一次尾分 然後等於0 就會求出這個等詞 對 那這是我一提的啦 就是WJ這樣子 那也許有人看不懂 就是 欸 看 看不懂我舉手一下 欸 糟糕 好 我先解釋一下 這是物理用的項量符號 就是我如果是直的 這樣子 直的 就是要理由那個項量是直的 直的 那如果你的尖頭是橫的這樣子 就代表 就是這個項量的transpose 躺下來 有沒有 就是transpose 躺下來 就是把它轉字啊 轉字 就是 躺下來 就是嘛 所以你可以想像 一個直的對一個橫的就是內積 就是 1乘以A0 然後 x j乘以A1 好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比不這樣子 那如果 這個 這個一個橫的對一個直的 是降乘 降乘有沒有 但乘的話呢 它起來就是2乘2的舉手這樣 對 就不會用什麼1234的例子說明一下 好我等一下會 我講給你聽 那大概是這樣 那這樣 這樣子有 剛剛聽不懂 忽然聽懂 舉手一下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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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玩啊 這 現在是那個 現在是那個 有這個東西啊 可是我符號不一樣 沒有 因為我用的是物理的符號嘛 應該是那個 大X跟那個大X 是嗎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大X 對 就是有統計學學過 這個就是大X 就是X轉至X 然後就乘在這邊大X 然後這個是你的model嘛 就是你的A0跟A1是哪 我修 好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用白板補充好不好 然後呢 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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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一下就變這樣 你太想像這個是你的model 這就是你的model嘛 他這個東西啊 他這個東西啊 A跟B 這個東西就是 AB的意思 然後你如果是這個東西 就是 把它彈下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這樣子 和一個CD的話 他就會是 AB 然後 CD 然後他其實 其實某種意向就是 Connector Quota 所以就是 AC AD 然後 BC BD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 是這樣子 AB 跟CD的話 他就直接 A 就是直接 AB 然後CD A C加 BD 好這樣有懂嗎 剛剛聽不懂 現在聽懂 舉手一下 喔好多很多 真的太好了 謝謝 這樣有懂嗎 有有有 有有有 你有懂就好 好那 你好 你都把剛剛那個 最佳號的 2-44 微分 其實兩邊都有2 那就是因為2次嘛 微分就變2x這樣 x平方微分就變2x 那兩邊其實都有2啦 那只是我把2就消掉了這樣子 然後呢 那那個 那就變這樣子 一個方程式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model的困擾以前就在這裡有沒有 A0A1 那你的微體的就是在這邊 WJ這樣子 然後右邊也有一個WJ 那你有沒有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就變就是全部放丟到左邊 那這個其實 這個就是你的model 你看你把data塞進去就會 所以這是預測值 然後這是YJ減掉預測值 然後他這樣跟那個x 內積要是0向量這樣子 就是他有正交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是微體的話 就跟X和WJ XJ和WJ這個下 這個矩正內積要是0這樣子 嘿 差不多這樣 這個就是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把右邊這項移過來而已 對不對 然後他就變0向量這樣子 對 這個是兩個0 然後 大概是這樣 好那這條4大家想必就沒有問題 那 現在幹嘛 實際上我們稍微驗證一下之前的結果 大家就沒有問題了 就是non-weighted的model這樣子 就是你看喔 這邊就有這個 有沒有 這是那個objective 那個啊 就是這個是用那個 opimo那個函數解出來的解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 自己把它就是都回去撐起來看看 就是model coefficient進去 你就會發現 兩個的解是一樣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我來算一下 稍微算一下這個值 就是這個值 這個值其實就是 就是這個值 左邊這一項 那你會發現他很接近0 但是不是0 對 就是兩個就是 因為他有兩個嘛 他有A0跟A1 他有兩個component這樣子 所以就是 兩個就是很接近0這樣子 那同樣的weighted 你也可以做一次 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也很接近0 然後這邊 就是用opimo函數解出來的 跟這個objective的值 跟那個 你把它都回去撐起來 是一樣的這樣子 就代表 這個只是簡單 驗證一下opimo沒有解錯這樣子 對 簡單一下 驗證R的那個opimo函數沒有解錯 因為我在寫這個slide的時候 就是 有被R的那個項量程度 稍微搞到一下 所以就稍微驗證一下 然後 那個 因為他有時候沉起來長得不太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 對 那等一下會後有興趣可以來問我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試著 就是我們現在驗證完了嘛 對不對 就是說 他真的是會 會正交 就是會 內積會正交 就是這個 這個起來真的會很接近0這樣子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今天反問題是什麼 正問題就是 給WJ 給WJ 然後你要求解A0A1 也就是正問題是這樣 就是 這邊是一個 2x2矩證 那就把2x2矩證 take inverse 到右邊 他就解完了這樣子 對 然後 那反問題是什麼 反問題就是我給A0跟A1 然後要求WJ 這樣子 這就難了這樣子 就是給A0跟A1 你要求WJ 你要怎麼求這樣子 對 對 然後 那所以呢 我們就稍微 我們就先令這個誤差是E0跟E1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求解這個 就求解那個W 讓這件事情發生 這樣子 就是E0跟E1的平方合 的最小 然後 然後某個W 讓他 就是 就是Regularization Turn 對 那等一下會解釋為什麼 要Regularization Turn 然後 然後 那我這邊的 C 是0.001 在這裡 對 就是 其實用APIMO有一個好處啊 這個APIMO這個函數 就是你只要定義好一個函數 然後定義好他的Input 然後就把這個函數的Initial Condition 塞進去 然後把這個函數塞進去 然後 然後指定一下方法 然後他就會解 對 然後解完之後 你就得到答案這樣子 對 那 也許會有人說 這個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一個 Constraint的Problem 因為W一定要是真的 對 為什麼W一定要是正的呢 因為就是 因為 X平方才會有最小值 -X平方會有最大值 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W有負的 他就不是ConvexProblem 他就不會是最小值這樣子 所以W一定要是正的 那所以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 也蠻 蠻技巧 我解的是W平方 對 我W進去先把它平方了 所以 所以我最後 解出來的 的那個真的W 其實就是 我解出來的W的平方 這樣子 所以就把那個 正的 Constraint拿掉 這樣子 我是用W平方把它拿掉 對 要不然其實 理論上你真的要解他的話 他有一個W一定要是正的限制 這樣子 對 是有的這樣子 對 好那我之後解出來 你看這個 這是我解出來的模型 就是 上面是 是我用新的 那個微體的 我解出來一個微體的 然後 丟進去 然後下面是我用 那個 下面是舊的 舊的coabition 其實你會發現 這兩個其實非常像 非常像這樣子 但是 你把畫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兩個其實差很多 就是 藍色是 藍色是舊的 就是 就是剛剛加過微體 1000倍的那個微體 然後 綠色的是新的 但是左邊那條線是一樣的 就是左邊那條線幾乎疊在一起 但是右邊兩個objective function長得不一樣 對 而且他的data weight也長得不一樣 就是他不會解出那兩個點 剛好是1000倍 對 就是他有些擴散的現象 對 就是 data weight 我想要畫出來但是沒有畫 這樣子 對 等一下會後可以補一張 這樣子 對 就是畫出來這樣子 對 就是到底哪些點被加重 然後哪些點沒有被加重 就是哪些點被加重多少 這樣子 他應該按那個加重的重量去畫 這個點的大小 可以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對 這邊等一下可以補一張 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 也許你會問說 為什麼其實那個角度長得 跟原本的角度不太一樣 這樣子 其實呢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某種一張跟畫畫 那個是一樣的 就是畫畫 你同一張畫可能在不同的角度 可以畫出同一張畫 這樣子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你可以拉近跟拉遠之類的 就是你可能就會畫出一樣的 那這的確有可能 那對應回來就是說 在這邊其實這個啊 這邊只有兩個位置數 但是這邊有100個 其實是100個位置數這樣子 那所以 其實他有無線多數解 都可以讓他逼近於0這樣子 幾乎是有無線多數解這樣子 那所以說 就好像是這樣子啊 就是我們解這種最簡單的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他的最佳解是00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對任何的 ab都大於0的話 這種問題 他的最佳解都是00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有無線多數 problem 他都可以讓最佳解在00這樣子 類似像這種感覺啦 所以就是 你解回去的時候 你又要真的解到那個角度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對 那你需要更多的 information跟condition這樣子 對 那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解到 其實其實我覺得 要解到同一條線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這樣子 對 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就有用一些trick了啦 你回去看我的那個 adject function 就會發現有一些trick 這樣子 對 我在那邊沒有講 然後 對 然後接下來 好 那 我就把反問題解完囉 就是說那個 那個角度的問題 就是有稍微交代這樣子 對 就是 Costcom沒有交代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小結論 就是說 其實 我們都講hacking model hacking model hacking model主要hack 並不是model本身 是你看事情的角度 就是 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 你寫出來model就不一樣 你寫出來 abgd function就不一樣 為什麼做的態度 其實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同樣的意思 你的態度不一樣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樣 不好意思 這樣中文比較順嘛 角度跟態度 對不對 沒有 然後呢 那所以 其實我們寫下 我們內心觀察事情的角度 跟認知事實物的觀點 其實是 會直接反應在我們寫下 rgd方全上面 會直接反應這樣子 對 那當然 就是每個rgd方全都有 就是 就是 到這邊啊 我們其實就講完了那個流程 那其實每個 每個角度其實都有它的限制 這樣子 對 那 就是講完流程之後 還有 還有最重要一點 就是hacking model 最重要一點還沒講 就是說 hacking model動機 為什麼你們要做hacking model的動作 就是太無聊了嗎 明明就是ln 函數一行就解完的東西 幹嘛就是搞成這麼大廢物的周章 這樣子 阿裡面明明就是ln方全這樣子 然後Python也有 Python好像也有 我不知道linear model是哪一個函數 反正就是 有那種一行就幹掉的東西 為什麼要搞這麼麻煩呢 那動機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hacking model這樣子 那 為什麼hacking model呢 就是根據我的角度 就是根據我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不hacking model的時候 你很容易畫出這樣的畫 就是它是一隻犀牛 然後畫的每一幅畫就是 都會有這個 就是會有一隻犀牛腳在上面 就是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因為每一個角度一定都有它的限制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你看事情的角度 就 就會有限制 所以 請問這張圖去哪一找 什麼 請問這張圖去哪一找 問得好 等下抓到一張實在的油 然後 那個 就是 就是它會有它的限制阿 所以 我們其實要根據 就是你的model要給誰看 你就要做出怎樣的畫 對不對 你要畫 人家看得懂嗎 你如果說犀牛畫一張風景畫 然後給人看 你就說 明明就沒有腳 你怎麼把腳畫上去 那如果人畫一張風景畫 給犀牛看 我看到就不是這樣阿 我看到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就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hacking model 因為你要hack 那種model到 適合的人 就是由他拿到 他拿得到model的那種狀態 這種是最好的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把犀牛畫 就拿給人看 這個我以前勉強幹 請坐 因為我有件同學 畢業的同學 他們在做蘋果 然後蘋果 就是他們就要抽那個 量力 然後上面主要說 我量力要5%底下 所以 他就可以做一個 fg function讓量力5% 這個我做過 對 我有一個同學 我有一個同學 就是他在台G店 然後他有一天 他就跟我說 家綺家綺 我那個怎麼 要幾% 然後 請問一下要怎麼解 然後我就寫一個fg function給他 然後回去他就說 他好像從摸摸比賽 不知道得什麼什麼獎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反正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 就這樣 對 為什麼要hacking model 差不多 對 你這是叫大家做假資料 就是 就是model的問題 態度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的態度很重要 做餃子好 態度就不出來 那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 所以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畫他就只是畫 有沒有 畫就只是畫 你畫再像 他還是沒辦法吃下去嘛 對不對 他就只是畫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 你那個蘋果畫再像 他還是不能吃啊 那就是 畫就有他的限制 所以呢 我們要了解一下 各種model的優缺點 這樣你才不會被他的限制 所困住 然後你才能夠突破 他們的限制 有沒有 那首先呢 兩種最有名的model 就一種是supervised learning 對不對 那最常用的就是 classification 就是 那這個是iris data 就是三個類別 classification 就是給他做下去啊 那 那 當然這種東西做下去很快 很容易啊 對不對 那在real data上 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以自身經驗 來談的話 supervised learning 在real data上 他的 他的 因為你要使用 supervised learning嘛 你的trained data 一定要都有label 但是都有label 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在 在real data上 並不容易這樣子 因為你要有人標 才會有label 那就是 就是有時候使用者 不會傻傻的標給你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偷偷收集 這樣子才會有label 對不對 那那個 那有時候你要 也要請人來標 那標起來就很貴啊 所以說 就是都有label 其實並不容易 然後label確定之後 你要再增加label 會有點麻煩 就比方說 就是像我之前做 programmation啊 就是那你如果 一千三百件的商城 那你突然變成 就我加賣兩百件 變一千五百件 那你就多了兩百個label 那你那個就很麻煩了 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增加fissure一定要重券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我其實最近一直在發展一種 增加fissure可以 呃 不用整個重券 就是你如果是 model是用boosting的話 就是booster好的話 其實 其實不用整個重券 這樣子 那就是 當然就是還在發展 就是還沒有 還沒有 這樣子 對 那要重券其實 其實你就要 你可以考慮 你可以看看這裡面 有的就是成本 因為最近 最近剛好 就是也常常在算成本 這樣子 那就是你labeling 就有labeling的成本 然後就是你training 就有training的成本 對不對 然後就是 那你增加label的數量 你就要全部重券 那也是training的成本 就很貴啊 那 那當然就是 super ice就會有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就是今天不會講到這樣 對 那就是 因為時間也很 也差不多了 對半小時了 對 然後呢 那 on super ice的話 其實也有on super ice的問題 就是比方說 我這邊舉個on super ice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用手寫的 e4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買手寫板 所以就用滑鼠寫的 所以就很臭這樣子 那他展開就變這樣子 就是 展開那個治療點 1跟4這樣子 那on super ice 我們一定會想說 欸我們能不能找一種方法 可以把它分出 它是兩個字 就是1跟4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呢 那我一定會想說 欸可以用kmin啊 那kmin你就會 想說 這是分成四坨 想說這是分成兩坨 你看 欸怎麼會分成這樣子呢 對不對 就是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啊 對 那當然 就是 這時候統計學家就會 或是compute scientist 他們就會發展出很多 像講說 cluster spectrum cluster 之類的 或是db scale 之類的 那他就可以把它分成 很漂亮的 就是拆開這樣子 對 那 那這個 很漂亮拆開 他還是有一些問題在 他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他training data一定不能有label 我就是不能label說 這個點一定是四的 這個點一定是一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一個 一個點跟四的點是不一樣的群 這樣子 就是我就不能這樣label 這樣子 所以弄起來就是 就會有這個問題嗎 你要training data 可以有label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種就是 你無法就是 指定兩個點在同一堆 你在custering的時候 這跟label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能夠指定 這兩個點 一定要在同一堆 那他就一定 那他延伸出來的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可能 你希望那兩個點 在同一堆的 他就是在 你的data 慢慢增加 或是你換一個model train的時候 他就變成不同堆了 可是你希望他在同一堆 你懂我意思嗎 那這種就是 unsupervised會常常遇到 很多問題 這樣子 你從train以後 就不同堆了之類的 這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那就是 這些問題就是 有like各位 modelhacker們 大家幫忙解決一下 這樣子 那當然我自己也有在 也有在試圖 用一些方法去 solve 這些問題 對 那如果有興趣私底下 可以找好聊 那就感謝大家的一聽 然後最後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那個圖片 就在我blog上面 以後 就是這個專案裡面 其實你就可以找到 那個圖片 你可以去把他crown下來 這樣子 那就會有了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問題 就是有些人他認為 就是兩個商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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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in跟drain就是 同一 同樣的商品 這樣子 那有些人認為他要 都要8G的才是 8G跟4G就是不同商品 這樣子 那你如果 認為商品的標準 標準不一樣 就是你只要遇到 有那種標準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 就通常要有不同的inverator 或是 或是 有不同的labeling 的方式去 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 那通常有 如果你需要同時解 解很多 就是 解很多不同角度的時候 或是 就是 通常就 就需要去hack那個inverator 這樣子 對 因為每個 每個情況 他要的角度 可能不一定一樣 像 我剛剛用的是最簡單的 就是 就是 我只加重兩個點的wait 對不對 那這是最簡單的 就是 你可能會 某些人認為某些data 很重要 非常重要 一定要優先解對 然後 對 那他就會hack那個inverator 那 舉例來說 就像務許剛剛講到 就是我就要5%的良率 那 我就 就是hackinverator 讓我那個 最後是5%這樣子 對 非常不好的例子 他在錄進去 以後再以後 我們再去傳做夾資料 就糟糕了 我沒有做夾資料 那個是他做夾模式 欸 那我的疑問是 後來你有一兩張slide 就是說 你說補充的 就是他也沒有 就是你可能再倒側的去去算 W1 W0 對對對 他會還要跑回去算 那也沒有任何的參數 然後就 對 再把那些 就是你給拿到model 或什麼時候還要再把 W1的參數去導出來 呃 你如果用的是傳統model 那大概都不會用到這個 對 但是你如果用的是 就是 比較 就是你如果想要對你的model 做一些改造 比方說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 你如果每次train都要重train 就是我可能不希望 不希望重train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透過不同的weight 就是離開重train這件事情 這樣子 那我可能就會 就會 就會hack他這樣子 就是 讓他有不同的weight 然後我就不用重train 因為我可能 可能我不想要這個data 我不想要這個model的影響力 我就把他的weight train到0這樣子 嗯 那就不用重train這樣子 對 就是cognition 成一個名進去他就解 對 之類的 請問大家好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請問 那的話 我們就掌聲 謝謝嘉勤今天帶來的正這樣